快看植物在洞 今天我選了快看植物在洞 這個故事來讀給大家聽 快看植物在洞 我是向日里的花菇朵 每天我都會望著 怕洞公公並跟著他一起轉動 直到完全正開彌子 轉了轉 我是蔡豆 如果在冰陰的地方 為了曬到陽光 我會悄悄地把藤枝伸向有陽光的地方 我是清涼可口的黃瓜 我的藤枝可以進行彈旋運動 無論是什麼物體 只要藤枝能亂到的 我們就會圍著它一圈一圈的圓 起來 我是網易害羞的寒羞草 只要稍微碰一下我的葉子 我就會因為受到驚嚇 我就會因為受到驚嚇 而全捉起來 我還能睡覺 到了夜間 我就會收起葉子 呼呼大水 我是對溫度變化 低層敏軟的郁金香 如果感覺熱的話 就會盛開 如果感覺冷的話 就會把花瓣收起來 我是小個子的蒲公櫻 晚上的時候就會用力地收緊花瓣 在陽光充足的白天就會盛開 植物也會進行運動 植物也會進行運動 藤枝葉子花朵可以根據陽光的方向 強度溫度進行運動 神不知鬼不覺的 悄悄的 植物們真是太神奇了 我以後要好好觀察 看看能不能發現他們 神不知鬼不覺的運動 謝謝大家的收看再見